什么是卡巴迪,他是印度古老运动 对台湾人而言有点像是战斗版的老鹰卓小鸡 完全不需要任何道具,不分男女 只要四肢健全就可以参加的运动 目前已经是亚运比赛的项目 而5号上午县长特地前往吉安国中体育馆 为花莲选手加油 每一队各有7名队员参加比赛 在比赛上下场时各有20分钟 中场休息时间为5分钟 全场以中线为界 分为两个半场 每个半场1分之1处又划有一条拦截线 每一队队员12人,7人上场 其余5人坐在替补席位上 打运等级的卡巴迪运动 考验着选手们的反应能力 是一项结合角力柔道综合竞技的运动 如今在亚运中已列入比赛项目 同时也吸引许多学校投入 卡巴迪运动的推广 让卡巴迪运动在台湾持续燃烧 记者林杰吉恩乡采访报道 还没有,还有一场 还有一场哦?什么时候? 好,快点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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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快点加油